澳洲奶粉股A2M股价跌没了70% 当下美国开始奶荒 能否抄底A2M股票呢? 本视频从A2股价下跌的原因 和未来展望两个方向来分析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A2奶粉是之前澳大利亚代购最喜欢的代购产品之一 主打包含A2蛋白质接近模拥品质的品牌推广 自从公司打开中国市场 股价一路飞涨到20欧币上涨40倍 但随着疫情对贸易的负面影响加剧 A2的股价也从20欧币跌落至4欧币附近 2022年上半年A2M净收入5960万cc来源 较2021年下降2.5% 此前股票大跌的合计原因是奶粉和奶制品有保质期 所以疫情影响的销售额锐减 也意味着这批货可能直接变成亏损 所以2021年以后公司降低产出缩减开支 2022年上半年公司高管变动CFO离职 导致市场对A2M公司的信心进一步降低 坏消息很多 但是最坏的时期即被已经度过了 A2M目前的PS比率只有2.9倍 市场部分机构给到的公司公允值股价为9.88欧元 公司未来预计增长率超过20% 收入增长超过10% 同时公司拥有10亿现金 能够完全应对当下的经济衰退 甚至可能在资产价格回落的时候进行牧场收购的行为 对于高盛和瑞银等机构来说 A2M是很优质的能够炒作的资产标的 过去半年时间摩根退出了A2的机构交易 但是高盛和瑞银都在频繁买卖 如果未来奶光情况持续半年 将有利于A2在美国市场扩大份额 目前美国机构包括先锋集团等机构持股高达53.6% 也就意味着机构依然非常看好A2未来的表现 所以对于中长期投资者来说 当下的入场价格比机构平均7澳币的入场价格 打了一个6折 总结来说 A2拥有自己的农场 不错的国际品牌形象 随着中国三胎和其他国家更加重视生育率和孩子的照顾 A2整体的市场份额还会增加 股价未来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打击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细腻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-9188-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